我是不是要玩的 我們還要忍期來 今節我們要介紹一些 大家接觸得多,但知道得少 亦都是的士靈魂 亦都是乘客的惡夢 因為很容易被人放了手腳 今天主要讓大家認識更多 知道最新的麥頭 是否叫麥頭? 錶頭 很有幸,我們去了長沙環 長沙環是來到工房 長沙環弘廠工廠大廈 我們是甚麼公司 八通 八通 現在有幾代的錶頭 在這裏 在這裏 我們旁邊的師傅 負責設計和維修 對每部錶頭性能都很重要 文哥 這裏是最新的型號 文哥,可否介紹一下這個錶 給大家聽聽 有甚麼耍家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在哪裏 好像很簡單 幾個按鈕 其實這個錶 最重要的是 除了有以前計價的標準 其實它的顯示方面是彩色 因為以前舊的 比較浪費 太空侵襲者 這裏是藍、藍、藍、藍 更早一排 這裏是數碼的紅色 這裏還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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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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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還在哪裏 這裏還在哪裏 這裏比較新型的計價器 除了是彩屏之外 亦屬於觸摸屏 觸摸屏 觸摸屏 好像機頂盒一樣 在方便使司機操作 或者看一些當班累積 都有些中文化 已經是文字化了 就不同 以前那裏 可能你要記住 第一是屬於什麼 二是什麼 三是什麼 拿著那個說明書 一帶哪裏 得到什麼 這裏比較方便去看 特別是上一年紀的人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原來這個營業次數 營業總金 扶交費 一目瞭然 對 即是今天欠了幾多基路 拿了幾支旗 是吧 通常賺了幾支 很清晰地看到 八五折檔文 哪裏用這些 這些嗎 這些沒有的 他們其實還好 好 容易計算 除了這個功能之外 即是文字化 然後它亦都可以做一個視頻 我們所說的視頻 即是如果我現在車 我可以安裝一個視頻鏡頭 比如看車頭 它就會錄影 錄影之後 就會錄在SD卡裏面 放在SD卡裏面 當它有什麼碰撞 什麼意外 它就可以拿一張卡出來 就放出來 這裏好像有一個槽 一個槽 一個槽 放一張卡 這兩條坑是什麼 其它是屬於營運紀錄的卡 營運紀錄 或者是一些升級的功能 還可以升級的 其實這隻這樣不錯 它一定不會觸犯法例 因為平時你是錶 現在很多警察曾經說 如果車鏡的螢幕大了 它有權傻理 說你當是電視 那這個就保障 不用怕 還有如果一切正常 每一天回去交車 其實按一下 撕了報告出來 就做了幾多事情 大家車行都知道 很清楚 這個除了是車頭監控 也有一個倒車的監控 倒車 當你一落後波 它就會顯示後面的示範 它就從這裡做出來 好 好 我想問 如果你說倒車 有時候可能 它都是背客的 可能真的要退 那錶又在走 這樣會不會彈出來 一般它是在空車倒車 它就被彈出來 哦 自己彈起來 平時營運 它就不會 因為其實 跟運輸署的要求 你的營運當中 是不能看平的 哦 即是你不能看一些平 是不關於計畫的東西 哦 所以它那時候 經常說 你們不要做顯示這些平 到時候影響到 所以我們呢 在營運中 你不讓它看東西 好 那 那鏡頭方面 有前面的後置 是的 內裡 最多可以有多少個鏡頭 現在呢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其實最多是四路而已 四路 不過現在這個版本是沒有的 嗯 這個要有進一步的 升級的 嗯 明白 那其實九哥 這些車呢 譬如你車行 它是否包了這部機器 或者司機 就是車主買的東西 即是出車的時候 包了的 這個正常的 你買的車呢 就全部包了 連無線 連什麼都包了 某些車行就是斬件的 是的 你拿了車的時候 就沒有這樣沒有那樣的 是的 傳聞某大車行就是這樣做的 明白 那通常這些的鏡頭 大概幾千左右 嘩 你真是考慮我 是啊 因為它整個鏡頭 我怎會知道 可以告訴你文師傅 大概成本是幾千左右 因為呢 我的價錢呢 我又不是太清楚 因為我需要技術方面 因為市場那邊 要問一下市場部才知道 明白 OK 總之應該就連車一次過包了 是的 即是它也不會那麼煩 不要緊 待會我們問一下豬仔就可以了 是的 OK 基本上就是 我相信這個鏡頭 就扔著個 打印機 打印 printer 是 上一支旗 譬如忘記打了 起了一支旗 是的 它都可以補打 補打上一個下號 可以這樣 這個是不是最新的打印機 沒錯 那個黑色那個 真是想殺人 師傅 我會叫你裝紙 你也會死 整天因為沒有紙 在換紙 這司機 它那些要塞來塞去 有些老師傅的眼睛 看不到那個位置 這些很簡單 說一次 這個看多方便 整桶放進去 整桶放進去 放進去 就這樣 放平 放平 這樣可以一按就可以了 嘩 這個東西很方便 因為有一個按鈕 很方便 這個要穿著這個進去 就比較 對 就是拿你命 這些 就是拿你命三千 對 你有聽到客人摺摺摺摺摺摺 對 因為我們這樣擺 就移入車隊的玻璃 對 還要是 很麻煩 這個裡面的麥是怎樣做的 其實它不是麥 它是一個發熱絲 熱敏子 熱敏子 所以有不同的東西叫熱敏子 是熱敏子 但為什麼有時候 給我完之後 蒙過二月的山頂 因為他們以前 以前還有一些舊款 是點陣式 嘩 嘩 嘩 那些司機 就不會用色打 它就是買那些2-ply的 像是過底子那些 過底子那些 過底子就用蒙 哦 明白 它用過底子來看 為什麼呢 要和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上班 乘的士開會 報銷那些 你回去就被HR玩殘你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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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叫做過底子 是 以前這些是不同的 你看這一隻 是屬於這種頭 這個有一個發熱線 是 但這種呢 是用針的 譬如針 針 針 不同的 還有那些司機 是不流行用那條釋帶的 因為釋帶 經常都要換 是 用這些是過底子 噢 所以摺不摺有狠的 對 過底子打出來就是這個蒙 噢 還有這隻很吵 這些很靜的 沒有聲音 沒錯 時間是很久 對 很久 這些是幾秒鐘的 是的 我也在這裡呼籲各位乘客 養成一個打印的習慣 為什麼呢 你可以跟到車的號碼 還有什麼時候上車下車的東西 變成你有失物 你其實就很容易有得跟 是的 又不用像自己有小的 教主 教主有朋友 整個車寶都不見了 然後又去找那些布室那些 對 給2000元 對 對 蠢餅 所以國內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人不見 車上 經常去打電話來投訴 他都沒有辦法 你投訴我去幫你找 所以他必打 是的 你掩不住也好 是的 他有時候看上去 整條東西在這裡 對 整條東西要撕下去 然後還要做些東西 給你刮 要有獎 是的 是的 OK 那我也想問你九哥一個問題 通常你們 例如加價 以前我們用機械錶 就很麻煩 大家穩固資深 機械錶有一條鋼絲 的物體 接著有一個鐵牌的東西 八十年多的 頭那些 接著現在開始有很多不同的 digital的錶頭 如果我們現在又說加價 其實你們拿去哪裡 是否要來這裡幫你做 還是怎樣 是的 都要來這裡 整個錶拆了 我就沒見過 他不給我放下走開 是的 問問文哥是怎樣做 文哥是怎樣做 如果要加價 這些全部都是屬於數字式的 不同 以前的機械式是用齒輪的 他要加價 就要改一些齒輪 或者這樣做 這些是數字 Digital的數字 只需要一個 programmer 是 這個programmer 是可以將一些 它需要的參數 設定完之後 就傳輸下去 不需要去 我想是過一個錶 可能以前要過幾個小時 過幾小時 才可以過得到 現在這些可能在幾秒鐘 就可以將這個數據全部更新 噢 這個program是怎樣拿到 政府給你們還是你們 其實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開發 是的 OK 那收費是怎樣的 收費是看情況的 每一年都有些不同的 哈哈 因為他們都要收費的 每次加價的改標 就是不用換零件的 不用換零件的 現在說真的要先進很多 我問一個很好的 對乘客 或者對行家都很有用的問題 就是 怎樣去防止某一些司機出龍尿 或者政府怎樣監管你們 沒有人改咪頭 以前就有一條鐵線 那誰動了那個地方 就知道你改了那個機械錶 第一 你們自己設計出來 怎樣防止這些行家出鼓劃 或者政府會不會 來不中看你們的錶頭 有沒有人去加東西 其實現在呢 主要司機去作弊 通常呢 就會在車的源頭 去看怎樣做一些 就是無疑車的速度 這個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在這條感應線上去做一些手腳 可能是騙你的錶 其實車不會走得那麼快 它就會加一些東西 加速 即是干擾它 不停銀腳那些 即是以前 你也看到 它有時候不知 去調整一下那個聲音機 走快一點 是 因為它將加速速度 搞到這個按鈕 就是調整一下它 又快一點 類似這樣都有 當然政府也會知道 有這樣的作弊 也會跟我們去溝通 怎樣去防止這些人作弊 也會去諮詢 那些人怎樣作弊 那些司機 哪會教他們的呢 其實肯定外面有些人做這些事情 也有些師傅 賺錢 是的 有這樣的 我們都因應幾代不同的東西 都會設置一些防作弊的訊號 等於以前的訊號是一個Pose 一個密充 那些司機很容易知道 最早的那些人就是搭鐵 搭鐵就快一點 接著呢 政府知道 搭鐵就是因為那條線收到裡面 他就終於大頭砍在它 然後搭鐵 第二代政府就要求 這些線全部要裝在近玻璃的位置 可以明線 明線 是一件事 當然明線是要靠人去看的 你不去看都不知道它會作弊 然後發展到現在 所有的線都是加密的 等於以前的感應線 可能只有一兩三條線 但是現在的感應線 是去到成抽線 成抽線 其實成抽線的意思就是 大家 我的感應頭 正在走的訊號 是要和標是有應答的 我發的東西是 感應頭和標才知道的 你第三者是不知道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模擬訊號 當然 現在的人說 你這裏加密了 我這裏做不到 它可能在源頭去做 因為現在很多車都是屬於電子式的 現在政府就是把我們這條線 在車頭所做的東西 要封住 整個電腦封住 讓它不能動 這裏也是另一種防作幣 這裏也是另一種防作幣 基本上我們現在所發覺 都沒有發覺 是從這裏作幣的東西出來 以前通常會在這裏作幣 在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感應線上 去做一些騙它的東西 現在基本上都沒有這裏 現在我們所聽到的 所以作幣的司機都是 例如明明22元 他又說要收你70元 那就是騙過乘客 他就不是騙他 他就開大價錢 但是我們本地人都很難會中伏 都是看錶頭的 是啊 所以都是騙遊客 所以都是遊客 文哥我想問 其實現在老實實 錶的原理 我想不是感應到你的運動 運動了多少 然後他跳錶 他是不是算時間來跳錶 時間都有 因為低移某個速度以下 就是計時的 例如12公里就是計程 計程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 車輪走得多遠 我們就在波箱 因為以前有些波箱 它走了多少圈 代表知道它走到多少米 這樣去計程 當然現在電子一樣 電子一公里 它給了多少個墨充 我們就知道它走到多遠 是分開的 低於某個速度以下 我就全部計時間 這樣 那即是如果低 開始慢慢低 這樣 到了低的時間 要計時間 即是你意思是在波箱那裏感應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在波箱那裏感應 波箱 因為波箱有電子式 一定要靠 因為波箱那裏才可以走 是啊 基本上你的波箱 都是看波箱走幾個圈 是啊 是啊 我們就在波箱的尾啞 尾啞 尾啞 它走了多少轉 哦 我現在知道 我只知道 經常要換尾啞油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 換尾啞油 不過以前也有人去改尾啞 但是尾啞很容易被人知道 因為一改少一啞就差很多 哦 是這樣的 對 有特意去改尾啞的 例如你這啞的 例如你這啞的 例如這啞的 例如17的更快些 哦 即是等於司機的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 26磅 跳快小小小 爽些 下限是26磅 有些人真的26磅 會爽些 好像現在在計時 OK 那我剛剛聽阿九哥跟你說 譬如我們開的車速 超過165mi 150 150kg 那便會鎖標 是的 因為當年很多人作弊開始 定了這個標準 你的車超過150 便要鎖 為何會這樣 有甚麼影響 第一個 它不讓你超速 不太快 第二個 因為有些人作弊 它突然間很高的墨充 一東西衝進來 亦都是防止一些特意加墨充 如果墨充超過它的速度 便會跳得很快 是 它也會走到這方面 所以當時有很多干擾 以前的call gate 加到新界 加到多少百火 那條天線很厲害 捏下去 很熱 有時做得不好 一捏下去 衝到超速便會鎖標 這樣嗎 試過這樣 這些我真的不知道 有些call gate 有些call gate 一按到旁邊的房子 全部都嘰嘰嘰嘰 是 尤其是那些 後面四五條天線 有大大陸牆 而一二一草蠻 好像還有一些 更少 不過多數都是草蠻 尤其是去到東霸 那些地方收不到 即到山卡拉那些地方 所以當年政府 除了說這個市場做加密 亦都做了防止這些 密充 或者密充的加油 自從轉為Digital頭後 是第幾代的標頭 我們現在從第二代 已經是Digital 第三代 第六代 然後是VIP 然後是M8 再加上現在的M7 就是第六代 咦 剛才是第三代 一跳跳是第六代 第四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二開始 二 三 三 四任 哦 沒禮 第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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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代 沒有做 一退六 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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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還見過 然後是VIP 是 這個VIP 這個也有見過 是VIP 然後是M8 叫MX 原來這兩種都可以分別 對 一個VIP 一個VIP 這個六代 這個VIP 這個六代 就是很多個尾數位 還有的 是嗎 你看 其實呢 我們所說的幾間錶廠 其實大吉利 它只是車資和付加費 我們加上有個公里數 是 有好有不好 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 公里一直走 時間一直走 有些不好的地方 就會有些司機說 快要欠兩米 走前一點 哦 就是這樣 明白明白 有些車到了 可能他不會再走 司機看著 還欠兩米 再走兩步 太清楚 可能客人又看到 一跳兩米 還未跳 停 明白 經常都是這樣 打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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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有不好 OK 那好 文哥 這些全部都是本地設計的 是的 我們是自己設計的 自己設計的 那我想問 你作為一個設計師 即是工程師 還有什麼空間 如果你再做下一代 你會有什麼地方 會想 我們講的 已經很完善 鏡頭 有什麼都有 當然 我們現在香港 整個計價的發展 是比國內 沒有那麼前 沒有那麼前 因為國內 現在已經是一體機了 這個一體機的意思就是 這個一體機 除了計價在尖外 它也有GPS GSM 通訊 導航 收音機 播放 因為國內 你會知道 它又裝GPS 一會兒又裝GPS GPS 通訊 調度瓶 因為整個車都是 是的 很漂亮 陸陸續續 一想 為何可以通訊 整個大家統一的設備 包括一些銀鑾消費 或者是現在的微信 之外 很多這方面的電子消費 你會知道現在國內 你會知道現在國內 我們買一支汽水 都會吐吐它 就行了 不用拿錢 掃一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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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我們都會從這方面發展 那司機會不會不喜歡呢 我去到哪裡都被你知道了 所以 但是 因為這個是時代 一個進展 嗯 資訊 還有如果有GPS 換句話說 外來的線路都可以 可以接觸到你 怕不怕有Hacking的東西 會發生 其實這些東西 我只能夠看它在哪裡 現在 你真的要Hack它的東西 難道它改化錶嗎 改化錶 現在好像 DickDick 大陸的DickDick 為什麼要用DickDick 或者現在的錶 它又要用GPS 來計算它的公里 其實它會覺得 對呀 不用用你的感應線 司機怎麼作弊 就用GPS 對於GPS 對於GPS 司機來講 它不知如何去品化 難道把GPS定位 扔掉到那裡 扔不了 當然 這個也是好的 因為作為政府部門 它很會管理 不像深圳一樣 經常都要去抓一下 抽身 錶 有些線量被人改 之如此類 當然 這個理論上 是真的可以防止司機作弊 但现在的滴似乎又有一些新的作弊手法 因为收钱是通过APP的 手机 人家多少钱 行多少公里 有些人就在APP做手脚 实际没有那么远的 搞到它远一远 交到钱 更加看不到 哦 那倒是 因为你做APP 你现在在大陆坐的滴滴似乎 他就在这里花多少钱 多少公里 有些人这样做 因为他说没筋没强 总要弹出来的价钱就这么多 你不能跟他拗 我自己觉得简单一点就OK了 不要放那么多东西进去 越简单越好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利有弊 如何去监管 文哥看你们公司的设计都向这个方向 有个大盲在那 几乎当电视看都可以 老一些的司机一眼都看完 清晰又大赤 如果字太小又难搞 司机一方面看又比较清晰 还有我觉得司机 我去遇到他们 或者有些人来做的东西 他们都会说 那些客人也挺喜欢 你的评计也挺好看 挺清晰 OK 今天先看这么多 对 差不多 等待我们迟些 可能可能文哥说 又是新一代 我们又上来看看 没错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知道标头的来龙去墨 功能 好饭 很多东西搞 原来在这个workshop里面 可以砌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对 文哥你砌了多少年了 那就是これ astronom不bin 表也好 其实 references 我进来的 89年 看着这么多期的演变 对 好了 谢谢整理钱 拜拜